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必须整个陈渊团 这里的一切皆由我主宰 你还是别败备力气的 一个破剑主而已 闪了便是 你 再打 叶鱼 你确定要回了这些生死部吗 你的兵女姐姐 小九 还有秘境外真正定昆 他们的过去 可就要全部化为灰烬了呢 定昆还活着 意外吗 我主宰这里的一切 用点你的记忆 演化个仿冒品不是很正常吗 说 你这么做 到底有什么目的 帮你啊 忘了告诉你了 你其实也是个仿冒品 什么 大道异象 有违禁止 灭入一破 已是警戒 弱暂败 身死浑散 正是当初鬼母在地形抄走夜宇的三破 封住她的记忆 才不畏惧成了你 小爷我只相信自己的判断 是真是假 出去便知 你和你的兵女姐姐不是有连心绝吗 兵女如何感受到真正业余的情况 不是早就该冲进来了吗 闭嘴 仿冒品就是仿冒品 也本命仿宝都这么多 我能为之剑 你的剑根本杀别 不如 我仿一把给你看看 还是乖乖认输吧 只要你答应跟我合作 能不及伸进 我就能帮你毒赦本罪 到时候夜宇的肉体 女人 她所拥有的一切 可都是你的了 你这番话确实诱惑不小 只可惜 这种类似的选择 我早就做过了 既然我是封印夜宇记忆的禁锢 那就打破好了 哼 你这三破本就属于沉冤馆 被我主宰 休想反抗 哼 那就试试看 你疯了吗 你根本不是真正的夜宇 为什么要送死 分身也好 本体也罢 至少此时此刻 我就是夜宇 绝不会做违背本心的事 念决阵 念 你 你只是一个防冒片 怎么可能 防冒片又怎样 不 小爷的命 只想自己能主宰 这是 玄星密室 果然 打破禁锢后 记忆都回来了 这真是最无聊的一场试炼 睡得真香啊 照顾失忆的我很辛苦啊 失忆 主人 你想起来了 你想起剑墓世界 想起来我们一起游离五周了吗 当然 这对话在秘境里已经发生过了 所以我们是通过玄星密境了 可我只是睡了一觉啊 谁让你运气好呢 躺赢 主人 灵心绝破了 不好 不好 冰女有危险 冰女 可恶 冰女姐姐身上并没有明显伤口 怎么身魂破碎了 冰女 雪岩 我来晚了 冰女 才是雪岩 那和我们朝夕相处的小九是谁 夜哥哥 定坤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通关了 你是 小九 是我呀 怎么才一会儿不见 就不认识了呢 夜雨 我有东西要给你 冰女姐姐这是 闭上眼睛 别说话 这是灵心绝 三个时辰内 我们可以互相感应彼此的状态 如果你有危险 我会毫不犹豫闯入秘境 把你们带出来 有冰女姐姐的专属庇护 小爷我必定所向无敌 别忘了 还有我呢 我们可是宇宙第一默契主仆 闯入秘境 冰女 你这是一点都不把我这个守护判官放在眼里啊 好大的促劲啊 独孤判官这是在嫉妒我和冰女姐姐心连心吗 你 应杰大人 你看看他们 我刚才可什么都没听见 别怪我没提醒你 传颂阵可是有时效性的 快去吧 我们怎么又回来了 看来 这次玄星秘境 就是陈渊馆 这些就是记载司明城现存修饰的生死簿 生死簿 那我要看看我的 找到了 还不止一卷呢 主人 这还有你的 看了也白看 这些卷轴被那个女人设下了禁制 我们读不到上面的文字 这占邪境还没有反应 秘境主人到底在哪儿 主人 上面是有字的 你快看 你们的星辰 早该陨落了 谁说无主了 以后帝星就是想别护着 不管是谁 只要感动帝星分毫 我一定有他不死不休 主人 主人 丁坤 我都想起来了 真的吗 那你想起剑木世界 想起来我们一起游灵五周了吗 当然 我还记得雪岩 四件事 小石石 坏主人 你就不记得我 你可是和我心灵相通的专属气灵啊 我怎么会不记得你 你记得太好了 记忆也整理了 旧也续 是时候来陪我玩玩了 你就是玄星秘境的主人 恢复记忆是你安排的吧 我无影王的这份见面礼 可还贴心 你 你能安得什么好心 别急 马上就知道 居然一剑 就把我炼制万年的邪风卷轴毁了 哼 让我主人恢复记忆 可能是你最后悔的决定 这份见面礼我很喜欢 所以 给你一次挣扎的机会 赢 这家伙居然躲进影子里了 该死 居然搞偷袭 惊艳分身 可恶 又躲 又躲 有几人 即使你和你的主人心意相同 但你也比不上他身边那些人 不说八道 请也非救 打不过就使你分身搞偷袭 无影王 还叫左帝王好了 神星罗盘 银 锁住变慢了 定宽 接下来交给你了 好的 主人 不自料理 主人 这个无影王都是第七刻骨星秘境的主人了 居然这么弱 这可是那个女人精心设计的游戏 没那么简单 空金到印 不好 想跑 游戏还没结束呢 闻回之剑 斩 叶宇 你是我见过最强的人 我恐怕永远又无法超过你了 都这样了 居然还能说话 喂 既然你都认输了 那就赶紧让鬼母出来吧 别急呀 戒主不是说了吗 你们来到这关 就可以知道一切真相 我已经恢复了全部记忆 别再继续打雅妮了 让你们戒主出来吧 你这个防冒贫 可没资格灭剑九渊戒主 你说谁是防冒贫 你个手下败将 还在胡言乱语 男人 赶紧让鬼母打雅妇 你吗 那不是 我还有你闪过 伸主 我终于见到你了 孩子 这么多年 你将黑暗星云压制在此处 万界多了几分安宁 辛苦你了 伸主 你能不能留下来 伸主 叶哥哥 出手吧 不管再来多少次 我都会杀了你 叶哥哥 不 就算我死了 还会有别人 你一定会被消灭 我没有想要杀你 叶哥哥 对不起 我不想伤害你们的 我也希望自己只是小九 可是 小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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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小九 你没事吧 还好有你们 这些邪恶气息是怎么回事 不能待在屋子里了 出去看看 邪恶气息是从秘境里涌出来的 看来九云界禁制出了问题 主人 我来照顾小九 我来帮你 不好 那些黑暗星云在会合 消灭 了 火 微�itta 粑鱼 底里 我们又见面了 等我冲破龟母和的禁制 马上就吸干你们的血 就住了 等待 妞可 还不出现 要看这游戏被毁吗 这可能正合他意了 我还能阻止片刻 你快带他们离开 我有办法 就是要麻烦你重新盖房子了 那就交给你了 正好让我换个新的装修风格 那记得把玉池扩大一倍 叶哥哥 别担心 在这等我们 主人 我来吸引他的注意 这就来送死了 这么着急 那我就成全你们 手下败将 别敢狂吠 今天我就再杀你一次 什么 不相绝 轮回 不 叶哥哥 主人 怎么消耗了你这么多灵力 只是暂时灵力枯竭 过段时间就能恢复 还好这个没变 不影响我去悬星挑战 在哪儿你没办法 去试炼前总要休息一下吧 叮昏 来和我一起重建道场吧 为了主人 本七灵就勉强和你合作一下吧 叶哥哥 去悬星试炼那么重要吗 值得你这么拼命吗 当然 我可是答应过 我 要带你们离开这儿 而且九元界的邪恶力量 摧毁了那么多星球 我一定要找到对抗它的方法 你就这么想消灭邪恶星云 当个大英雄 我最开始得到力量的时候 的确想做英雄 但现在 我更想保护你们 让你们平安 我明白了 放心 等我和定昆 通过悬星秘境后 就来接你 好 凭小九的修为 怎么能瞬间恢复我的灵力 小九 你 叶哥哥 这是我唯一能帮你的事了 叶羽来试炼都要亲自护送 原来冰女大人喜欢上一个人 是这种表现啊 你 我和冰女姐姐正大光明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你想见应杰大人 就得坑蒙拐骗了吧 胡说八道 我这次可是专门和应杰大人 一起等你的 哎 主人 你这该死的魅力 请你喝酒 还没打呢 就要给我送行啊 这酒没毒吧 相识一场 还没一起喝过酒 算是原个遗憾 也为你们壮行 难得你这么爽快 我奉陪 来 看在主人的份上 多谢了 保重 来 刘雨 入 Staats 我有东西要给你 独头 进残